仅仅四年的时间 小米公司就从一家初创企业发展成 在中国销量超过苹果的公司 如今小米又在计划打入 包括印度巴西等十个国家的市场 代表中国制造的小米 优势到底在哪里 未来还能走多远 但是这个问题 来听听TMT行业私生观察员 王如成的观点 小米它不光是有硬件 它还有操作系统 对吧 它围着它的这个 比如硬件后台的搭建 它是整体的一个生态的构建 而不仅仅是硬件的中端 当然最核心的部分 还是一个产品终端 如果你产品做不好 其他的话再做的再漂亮 它只能个噱头 今天雷讲的话就是说 没有优秀的船队 什么都是啥流氓 我觉得这个说的很实在的 你看它有1800号人的 这个做研发的 确实在国内这个厂商里面 确实是最领先的一部分 就是有些方面 它就是软的部分 比如说我的供应链 我的营销方式 我的平台建构 都可以学到 但这才是人的部分